我支持中国政府 你们可以封我的号料 8月28日 部分香港市民来到社交媒体脸书 位于太古方大楼的香港办事处 抗议脸书有针对性的封禁市民的账号 打压网民反对暴力 支持特区政府和警察的正义言论 采取双重标准 当天到场市民高举 我们强烈谴责无理打压反暴徒网民 无理打压撑紧网民 替暴刑涂脂抹粉 打压言论自由等标语 要求脸书正视市民的诉求 建场市民表示 他们所发布的照片和视频 反映的是暴徒攻击警察 破坏公务的暴力行为 很多媒体都有相关报道 没有不实的内容 但是脸书却无理封禁市民的账号 多个反对暴力示威的专业 群组及用户被强制删除 禁言及压低浏览量 然而一些支持非法游行的账号 却并未被压制 因此市民到场抗议脸书 持双重标准 此前社交媒体 脸书和推特 封禁了数百个来自中国内地 和香港的账号 理由是这些账号 是中国政府用来传播 于近期香港抗议有关信息的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